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程式 第二名是TikTok和它的影片编辑程式CapCut 快时尚零售商吸音夏日排第四 脸书排名第五名 也是唯一的非中国应用程式 报道说 从技术来看 软体工程师和分析师指出 美国忽略了中国网路公司的组织效率 10亿中国网路用户优化了这些公司的AI模型 这些企业再将技术输出到海外 曾在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担任高级首席工程师的郭宇说 在需要不断更新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市场中 中国网路公司所向披靡 墨西哥城消息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坐在成会上被问及美国国会议员 对TikTok的批评 以及采取限制的措施时表示 墨西哥政府不会禁止TikTok 他说 我们没有任何这种担忧 思想的自由表达是有保障的 我们不禁止TikTok 我们完全自由 据报道 TikTok已成为墨西哥人 尤其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应用程序之一 TikTok在墨西哥有超过5700万个活跃用户 74%的网络用户都使用它 不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次讲话中警告说 这家中国公司是一个威胁 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制止 基辅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问访时表示 已准备好在乌克兰与习近平会面 希望习近平能造访乌克兰 据美联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克兰 泽伦斯基告诉美联社 我们已准备好在这里与他见面 自去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习近平一直没有与泽伦斯基谈过话 但中国上个月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这一份中方的立场文件共有12项 习近平上周在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时 与俄罗斯总统蒲廷讨论俄乌冲突 但在如何结束战争议题上似乎没有进展 奥斯陆消息 在俄乌战争使得核武威胁升高的情况下 今天公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指出 2022年全球的核子弹头数量继续增加 而增加弹头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 根据非政府组织挪威人民援助发表的禁止核武监测报告 全球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 目前共有9576枚可随时发射的弹头 比去年增加136枚 这项研究报告是与美国科学家联盟合作提出的 根据各独立观察家估计 美国多年来已在比利时 德国 意大利 荷兰和土耳其 部署了大约100枚战术核武器 及射程较短和威力较小的核武器 去年全球增加了136枚可随时发射的核弹头 属于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北韩和巴基斯坦所有 俄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5889枚核弹头